今天的行程很简单 就是早上赖在五星级的洪海度假村里 睡到自然醒 吃喝玩乐 尽情耍废 午餐后 乘坐四轮驱动车 奔驰在黄沙漫飞的撒哈拉沙漠中 直领贝印都部落 终于有一天不必赶行程 可以在朦胧的晨曦中苏醒 让慵懒任性地赖在柔软的床上 续日渐渐东升 晴空被光辉渲染出金黄的色泽 这就是埃及迷人的日出美景 走入度假村大厅 迎接我们的是光与影的美丽画面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欣赏 都美得令人直摇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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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昨夜通宵打蛋的欢畅区 送走黑夜后清晨的大地有恢复平静 今天要花一整个早上好好享受胡尔加达红海边 号称五星级的度假村 白天的泳池 池水是湛蓝的 许多欧美人士会专程前来连住一个星期 环水 日光玉 浮浅 风筝冲浪 弥浮其实的度假概念 我本来到红海了 脚下踩的是沙漠里的沙 以前的蔚然一片就是红海 度假村拥有一大片私人沙滩 沙滩上布满一间间的遮阳亭 人生第一次与红海有约 红海 我们真的来了 据记载 红海是东非大列谷的北部延伸 由阿拉伯文直接翻译叫红色的海 但我眼前的红海却是一片蔚蓝哦 浅滩处 海水非常干净清透 无数的小鱼会在你的脚边游来游去 它可是世界上岩度最高的海域 海水非常非常的咸 海水非常噁心 有人剑下午餸 你会再发入一个大道前 海水也是一定的 小鱼大人 穿过来 红海翔 什么黄浓 庸高 瓶 湖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呀,有什么好喝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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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后要搭乘四轮驱动车 深入一望无垠的撒哈拉沙漠腹地 体验从未有过的飙沙幻翼 浩浩荡荡的吉普车队出发咯 四轮驱动狂野的奔驰 在起伏不定的沙丘上 就这么不停地追逐层层沙浪 畅游荒漠追逐天际 不知不觉 每一个细胞都随着音乐起舞 我就是要搭买的 我只是想到我们下车 那些是想到我们下车 在下车上 我只是想到我们下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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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到我们下车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这里 车子突然又停下来 要让游客亲自体验一下 用脚爬沙丘是什么感觉 答案是 爬沙丘比登山还难呢 刚踩下的左脚立刻陷入沙堆 右脚往前补上 又滑进细沙里 就这样进一步退两步 像花牛一样努力往上爬 当你住立在沙丘之巅 明世远方时 沙漠其实是荒芜人烟 极静又苍凉 以旅人的角度欣赏 绝对是一种荒漠之美 感动地举起一把沙哈拉沙漠的细沙 让柔软的细沙自指缝中流泻而下 从此 我的生命中也有了沙哈拉沙漠的故事 原来 软细的沙丘与风共舞后 就会形成这样一条条的波纹 真美 上秋不易 下秋就快多了 不过 双脚是埋在沙里滑着下来的 上车前 闲验收一下成果 下个目标是深入沙漠部落 贝都英人的家 贝都英人属于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一只 大多数都生活在贫瘠的沙漠区 逐水草而居 过着游牧的生活 而一个部落是由一个氏族组成的 兄弟或父系亲戚可以联合组成一个大家庭 彼此都有共同的血缘关系 可以三代同堂住在同一个帐篷 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年轻孩子们会透过阅读可兰经来学习试字 早期的贝都英人逐水草而居 不过自从观光业发达后 这一代的贝都英人应该已经改为定居民族了 因为每天涌入的游客足以让他们生活无鱼 甚至生活富裕 对生活在沙漠的贝都英人而言 骆驼是非常重要的动物 驼乳可以解渴 驼肉可以冲击 驼皮可以做衣服 驼毛可以做帐篷地毯 驼粪可以做燃料 驼尿可以当生发水 食衣住行都靠骆驼 连观光业发达后 骑骆驼更成为有力的赚钱工具 他们客的水口哪里来 在最前面有一个水口 但是它不是会有开放的 为什么它不是会有开放的 因为他们就是怕他们的游客 就把石头扔掉啊 那种机会就扔掉 所以他们很怕的这种 这种的事情 Met Gesellschaft 15let 16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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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造訪貝都因部落時 會特別為遊客示範烤麵皮的過程 從生火 到揉麵到擀麵皮 然後放在簡陋的鐵板上翻烤 不到10分鐘就完成了 現場請遊客享用 四輪車隊繼續奔馳在沙漠中 彼此飆速 只為陽起滾滾黃沙 再搭配著金黃色的夕陽 這場景美德無法用文字形容 恐怕只有身體寂靜才能體會 在沙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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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沙漠行程後 要披星帶月 慢慢返回度假村囉 在沙漠中 在沙漠中 接著沙漠中 在沙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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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一種 在沙漠中 煮腳 今天的沙漠半日体验 令人终生难忘 人生几何 去日苦多 退休后的人生 能走多远就去走走 钱财已经视为身外 要把握留金岁月的幸福 晚安我们的幸福埃及之旅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 明天见